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声也非常独特 人家说越老越红啊 不能讲越老 越成熟越红 而且这个有男人的风范 有点像国外像劳博瑞福啊 保罗纽曼啊 他们这种风范 感觉非常 看起来非常顺眼的一位 那是谁呢 钟正涛 阿批 谢谢 谢谢 阿批 阿批 谢谢 哎呦 你看 歌迷马上献花又献人 谢谢 阿批啊 真的是我这个 从以前访问他到现在好几年 我们认识将近有七八年了 有啦 我觉得阿批越来越帅 又有男人的风味 可能因为身材保持得相当好 而且今天来了很多同学都很仰慕你 刚刚有时候景文高中说 景文 啊 景文 吵死啊 景文国貌 这个阿批还曾经到学校去啊 对 我看那个学校应该很不错 那就找出来来那边念书 是 景文高中最近 景文国貌不是最近有什么暴露狂吗 哈哈哈哈 不是我 不是我 还有我们现场还有的 呃 法文系的 法文系 对 这法文呢 阿批是一流的 嗯 从那个法国学过 本书啊 麦西 麦西 麦西什么 本书啊 谢谢 谢谢 我爱你呢 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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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小孩听说是用法国名字取的 你的小名是叫 Bonbon 尿布里 不是啦 是糖果的意思 哦 糖果啊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把它抱起来 就是好像一个糖果一样子叫它Bonbon 而且开始是B嘛 我的小名也要B啊 对对对 大比小B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美国学校几位的朋友 TAS的 对 常常来我们节目给我们鼓气 鼓励打气加油 好 好 现在讲话都剪血嘛 对不对 对不对 N T什么意思啊 台湾小的 对啊 L A Los Angeles T M 台湾小的 我不知道嘛 台湾喵利 哈哈哈哈 阿批跟你讲 马上来节目又学一句了 你看看 那个戴墨镜是哪个按摩学校的 台湾糕子 台湾糕子 哎呦 上面的制服很整齐的是 德明 德明快步 这边社会人士是 龙龙龙龙龙龙龙 这个我们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朋友呢 就是表示对阿B的支持跟鼓励 我们阿B的支持我们有了小孩子最满足的 就是每天回去抱抱小孩 而且最近呢 听说因为拍MTV关系啊 外面广告商啊 以前是问阿B你的价钱多少 现在只要说你小孩有没有空 小孩有空就可以拍啦 对 很惨 我的附属品通常都是比我抢镜头 现在阿B大概最强就是一个女孩子 对 不过我一生就是女孩子了 真的吗 已经算好了 我的命中注定我只有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那如果再生一定是女儿 那外面有没有茶饭 在香港啊 现在很流行的一般人都开演唱会啊 阿B有没有想说再继续开开演唱会呢 我去年开过 然后今年我也开过就是跟温娜无虎一起的 开了一个二十周年的纪念学会演唱 那我自己呢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这个打算 希望明年初啦 因为要累积多一点歌 嗯 我觉得他们这个这个五位朋友啊 这个友情非常可贵 这么多年了 常常会集合在一起骗观众的钱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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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观众的钱 我们常常有聚一起啊 吃东西啊打球啊 哦 不过讲到打球 那这个阿伦呢真是疯狂啊 他的体能真的很很特别 那你看了会觉得说 你这个年纪那么大还这样蹦蹦跳跳 对 大概他小时候吃穿奶粉 对 怎么那么体力那么好 啊 可能是常常运动的关系 对运动 所以我觉得运动是很重要 生活的平衡很重要 对对对 这个是快乐最重要 嗯 家里的和谐 外面的这个跟夫妻两个去打打壁球啊 游泳啊 对 我有打网球 网球 有潜水有滑雪 那我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我二点潜水我在家里浴缸的进去 好 我们看看阿B的鸡同鸭奖 请看 鸡同鸭奖 阿B啊 你现在是家庭事业两得意了 心里一定觉得很骄傲吧 叫我 爹地 please 不过是当爸爸看你得意成这个样子 说真的 B嫂那么漂亮 当初求婚一定很辛苦吧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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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秘密 别证明了 扣露一下嘛 你是不是对着她大声喊 卓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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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好文学 你称赞B嫂 你称赞B嫂是 阿里山的姑娘没有水 唱错了唱错了是美如水 什么没有水 没有下雨嘛就没有水 好好好我服了你了 那接下来要说说自己的优点 让B嫂接受你啊 你是说 阿里山的少年好 好什么 好什么 B嫂就这样被你骗了 哇可见你们感情很好哦 透露一下你们感情已经好到 我一进家门口我就开始脱衣服 是不是说你连太激动了 不说控制好 安全不说控制好 你那么热情啊 B嫂受得了吗 要有内功才可以 哦 那你B嫂的时候也可训练咯 我是武当派的 B嫂如果抱怨你会告诉他啊 没有办法 这个是责任嘛 哦 我说说你儿子就是责任下的成品咯 哈哈 他爽啊 这种小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现在觉得最头疼的一件事是 我叫他爸爸比他叫我爸爸多 哦 这很通常啊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大概口渴 那这样好了 因为你能不能唱一首歌 劝劝他嘛 我没忘记 没忘记我 结果他的反应是 哈哈 好惨啊 完全不捧场 那说点你觉得骄傲的是吧 人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觉得他什么动作 什么表情跟你最像啊 你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有一个聪明的儿子 你一定觉得很幸福啊 说一说你最大的感想好不好 好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问我自己的问题 这个阿B的访谈当中就知道的 由子为荣啊 这个小孩子教育啊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尤其你会不会让他学音乐啊 或者是说喜欢他走法律啊还是经商 还是从事演艺工作 我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教育方式 那我从小就给他选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他现在已经会挑自己喜欢的衣服 选自己的食物 选自己的玩具 所以他长大以后 我看还是 如果他玩哪一方面有天才的 我就尽量培养他 而且现在小孩子非常聪明 他们不像以前 爸爸我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 他不是他自己挑的 他会问你一句话 他就说 妈妈你看这个丝巾 红色比较漂亮还是绿色的 还是紫色的 你一定会讲说 这个紫色比较好 来老板包起来 他就说 不能买这个余地都没有 他就说 你选择这个紫色好看 都聪明了 你小时候喜欢念书 我不喜欢念书 我不是念书念得成的人 就是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 但是家里又没有培养 让我后来长大了 我才学 那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小孩 如果他喜欢什么 我就尽量培养他 对对对 他不要喜欢抢劫就好了 那爸爸就买枪给他 对对对 所以小时候大家都有这个过去 但是成长自己要能懂 不能懂会变坏的 交朋友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要珍惜 现在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在一起之间的感情 将来一分手 可能一二十年见不到面 所以我很羡慕 温啊无虎啊 能够每五年办一次演唱 现在有机会也来到我们台湾 这个新专题叫做 祝你健康快乐 祝你健康快乐 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阿B 谢谢 谢谢